那但是呢 各位看一下这些松树的形状 因为松树也分非常多种 松科薄科 那其实我们这边海拔大概只有两百而已 只有两三百 那为什么多的松树呢 特别是昨天我们在港口那边 那边有很多松树 它长得非常茂涩 而且非常绿 它那个松枝很颜色还非常绿 然后它的形状就像一颗伞一样 因为你看就像一个香菇 有没有像一个伞星一样 它就是叫伞 怎么讲 伞星的这个松树 它是海拔低的地方 就在海边 海拔低的地方就会长大 松树 这不行了 这笔子 咱就是 睡 睡 中文字幕 李宗盛